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武汉经》 经历讲的《在武汉经》有一部经 叫做《我难相应》 《在武汉经》包括很多女用 所谓《我难相应》 就是讲的《我难准载》 就是这一部《我难准载》 就是由《我难准载》讲的 以后经过佛图印证 这部经主要讲的是什么女用呢 讲的是如意足 看那个《我难准载》 聚合一个图 我们先把这四个名字简单地解释一下 以后再讲这部经的理由 《事如意足》 因为我这个下面的不是经文里面的 就是《我难准载》 就是《事如意足》 《我难准载》 《我难准载》 因为这个众生的根基不同 《我难准载》 《我难准载》 或许如意能力 或者意能力 或者意能力比较深力 佛图就讲比较深力 这个 或者比如大度的人 或者饮酒教的人 终生的根基很多不同 但是弗法中的很多 包括监定会闪下 这一个《事如意足》 是闪着七道瓶之中 就是说佛教这个修行的感冒 内容很多 但是呢 把它归来起来了 不错 而是七道瓶 三十七道瓶之中啊 有份气馁 现在讲的这个四如意状 是三十七道瓶之中的 积二律 积一律呢 叫四念如 这个我们常常讲的 积二律就是讲的 四如意状 所谓四就是四种 如意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修小佛办 特别是这个四如意状 这个是关于修秦丁方面的 你要修秦丁要得到幽默 所以叫如意 你比如我们做事情你很顺畅 做事情很有成就了 得到幽默了 就是叫如意 做是具做 所以叫四如意状 四如意状 就是一个幽如意状 积二中呢 情如意状 自现中性如意状 自思中呢 就是观如意状 我们平常就是这样 一欲情情观 用这四个字来代表 这个幽默 这个幽默 本来非法讲 我们众生就去除幽 不过去除幽默 平常都是对我们不好的 幽默而讲的 比如谈幽默 那个是烦恼 那个是烦恼 现在讲的这个幽默 是一种 是一种不复乏一种 一种欲吻求 就等于我们一个人 你做是这样的 你有个 就是有个志向 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成功 你做伟大的事情 比如说我做一个好的政治家 你要消息政治 消息政治的理论 以后到世界里 是个以政治的理想包袱去做 希望把这个政治管好 这是一种好的欲望 你比如说我们一个人生活 就是这样 我希望有好的这业 我把我的工作做好 这也是好的欲望 所以这个地方讲的这个要 如意做的就是说 我们对非法的用求 我们人都有一种希望 我带到什么 你比如说我们学校非法 平常讲 你为什么要下非法呢 我希望这个了解非法 修一下非法 希望奖来成何 比如说最高的目的 你一个欲吻求 它就是发生一种力量 你谁去做啊 所以非法讲了 这种要是讲的一种欲望求 你比如说 基障复赛 要读尽六道苦劳的众生 只要不恐是不惩罚 众生没有读尽 他就不想这个惩罚 他这就是一种欲吻求啊 所以这个叫欲望如意做 就是说 希望在佛法之中 达到 而是在这个修习清净之中 达到这个一种欲吻求的目的 都能够成就修造 之二种叫秦如意做 秦如意做 秦如意做就是佛法讲的景经 这个景经也是 三十七道病之中的一律 是念诸 始如意做 始正情 我讲的讲啊 佛法对于这个不同的根据 你平常比较难度写的的人啊 佛法就去通常讲始正情 你或是修清净的人 就通到主门讲始如意做 因为始如意做 你就是从秦定这种的 所以秦就是景经 一个人呢 你要景经 做什么事就容易成功 你难度写的 太不得了吗 对的 自相中叫 行如意做 我们人对什么事 你要忠心 要忠心一一力去读 修行会办 你能够忠心 就是这个 行如意做 知识一种叫 灌如意做 灌是灰灌 好在好的思维 我们平常人都会想 都会有思想 好在想东想西 佛法教我们就是说 你要有好的思维 相信上去思维 不好的 不好的 那个 不要去思维 我们能这样做 它会影响我们这个 身心的这个行为 所以这个叫 世如意做 我们把这个 四个名字解释了 我们再看这个证文 如是五文一事 佛祖 巨天米国 巨石如国 尊在欧南 一则 彼渍 这一部经 好在欧南讲 好在经过佛土印针 是在什么地方呢 是在这个 佛土 住在一个国家 我们知道 佛土时代 不是现在的印度人 印度统一 是到乌亚王才正是统一 其实离开佛土吧 已经差不多两个多年 佛土是出生的 共用前五六十字 五一万二十 都已经到共用三十字了 所以在佛土的时代 印度分成大大小小的国家 但是大的国家呢 只有十六个 其他小小的 还有何度 我们中国 在清朝以前呢 就是在清世王以前 中国也是分离的 春秋经过 那是个大的国家 比如一个七雄 小的国家 不包括这个 就表示这是个七呢 就是这个 我们现在讲的这个 巨田米国 是当时中印度的一个国家 我们就知道 就是当佛土的时代 有一个国家 叫做巨田米 下面巨士奴 圆 我们平常讲园 或者话园 讲园 在佛法之中啊 这个园就代表私园 比如说七手就孤岛园 我们有的时候 讲七手就孤岛园 就是表示这个 四个私园 这个私园呢 很美 有佛教的道长很转严 有的时候我们讲 就是去使用警察 去讲警察 警察就是私园 巨士奴圆 就是说 有一个私园 这个私园叫什么呢 叫做巨士奴 巨士奴是一位长仔 就是一个有道德 而且比较富有的人 由他供养出来的 就用了一位长仔的名字 叫做巨士奴圆 就等于我们做密度经历 做什么的 常常提出巨士奴圆 就是说 如果巨士奴圆 是什么人供养的呢 是巨士奴圆 长仔供养的 所以叫做巨士奴圆 这个人了不起 这个人了不起 他清静佛兔 巨士奴圆 比较厚 他小佛兔 二十度 巨图圆 他出家以后 他就是佛兔的死者 他这个巨 他的长寿的巨士奴圆 除了修行佛兰 他这个读文记忆 就是说佛兔在这个差不多二十几年那奖经 他住在佛兔的身边 除了照顾佛兔啊 他这个记忆里特别强 凡是佛兔在什么地方讲 对什么人讲 讲的什么道理 他都记得 我们从现在来讲 就等于记忆里的草墙啊 一个人记忆里的草墙 也是特别的成熟啊 所以佛兔弥魄了以后 这个景点是大家集合进来 大家共同讨论 以后把它拼起来的 其中最主要的 其实是无难准在 其实说 比如说我们这么多人 佛兔去世了 大家集合进来 大家共同去商量 佛兔讲了什么东西 这是讲了什么经 推一个记忆最好的人 所以去推无难准在出来 由无难准在心出来 详说 我这什么经常听到的 佛兔讲的什么人 对什么人讲的 以后呢 大家说 大家 无难准在说过了 再进入大家应征 大家同意 佛兔是在什么地方讲的 所以这个无难准在这个 是读文意义 也就是说 表示他这个字 是非常八下 记忆的草墙 这是无难准在的长处 他长处很多了 无难准在 复兔有三十二乡 无难准在呢 有举手举手的三十二乡 他这个百姓啊 他这个百姓啊 很英雄 几乎都差不多 人这个相貌也好啊 讲的态度也好 人用也特别好 这个无难准在 人用好得不断了 男中女中都或者清净了 不过最重要的还是读文啊 下面我们讲 是由伊普鲁门 只准在五南俗 就是五南准在 住在这个 居士努佑的时刻 有一个普鲁门 一个普鲁门人 一个普鲁门教 或者是普鲁门策的人 伊普鲁门就是一个不同 伊其实比较是不同的 他来到这个五南准在 主的集合 共享温馨 共享温馨 为了以 于耶民主 万准在五南 忽顾于沙门巨太俗 修繁星 就是有一位这个 特别的 或者有一位不同的 这位普鲁门,普鲁门教的教徒,来到五南俊哉的旅程 大家见面了,就是互相吻心,互相吻合了 好在互相扎理了,为了已出土 还没有正式讲到的,之前大家互相吻合了 这位普鲁门,五南俊哉,住在另一面 坐下来以后,他就问五南俊哉 他说,何故与沙门巨坛修凡? 其实这位普鲁门就问五南俊哉 他说,离在这个巨坛,这个地方巨坛就是释迦牟尼巴 释迦牟尼巴因为姓巨坛 名字叫做,从前还没有出家了,叫西大都 后来这个成功以后,人家才准成佛徒,叫佛徒了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因为他是个普鲁门 他就自己称呼佛徒的姓名 就等于我见到某某人,就把姓名交出来 他说,你五南俊哉,你这个清净最甜 你就是清净佛徒了,你修下什么呢? 修繁星,繁星就是一种清净好的一种生活 你比如说,我们这个人生活很正常,生活度很好 特别优秀养的,佛教你讲,在佛法这种 你是修下佛法的,叫做繁星 繁星就是清净的,好的行为 所以,现在我们来与普鲁门 这是个分,我们来与普鲁门 去回答这个普鲁门讲 为动物 这个地方动,是讲的什么呢? 去动出我们众生不正当的贪药 或者动出我们的烦恼 指教为动物 这个多了 我们人都是希望少烦恼 身心健康 对不对? 或者说,我们这个太妖中的人 太妖中的人妖望就多 烦恼痛苦也多 我们学校发败了 其实马上是个不正当的贪药 或者对物质的需求,享受 这个要尽量减少 尽量能去除 所以没动过,就是动出贪药 佛法官觉得后手断 前面我们觉得很简单 就是断 那断 所以这个普鲁门就问他 那你断什么呢? 所以这个就是这样 我们俩准备 断爱 前面讲了断 现在讲断爱 这个断爱 并不是人业,不是慈悲 是断出我们这个坦业 就是众生对师父的 好在名利才为种种坦求 所以断爱 其实爱就是对你这个不正当的贪药 你要去冻出 你贪药减少了,我们盛行就清安 所以说 所以说,我们俩借在就是断爱 佛法官却在欧南 忽说义,而断爱 你断爱有一个方法 你断出断爱 你依据什么呢? 怎么样呢? 才能断出呢? 所以讲互属一 就是依靠什么? 才能断出这个坦业 但业 就是我们俩准备回到了普鲁门 欲与余 而断爱 至于我们有一种好的用求 法法有个名字叫吸引法药 吸引法就是说 我想好的这个方便 好的这个法 你比如我希望挺门法法 我希望了解法法 这是好的忧望 你这个好的忧望就是法 实际叫做吸引法药 是属于这个地方讲的这个忧望 不是忧望的忧 是讲的一种 一种 一种 欲文求的意思 我们假如说 比如我们小法 平常讲我希望这个 加少烦恼 加少烦恼你要救心啊 要有余文求啊 我希望小法希望找烦恼 这样呢 你才能减少烦恼 所以他这个忧望就是指的 一种好的忧望求 法万人卷在武南 职位无名之 这个普洞恼 听了这个 好像动爱 他意思 还把文求名报 他认为这个药管是 他以为是一种忧求的药 所以这个 你这个 你现在回到我这个动药 动爱 那个我们这个 这个 这个坛药 是没有止经的 你现在 你这个 还要说 这个动爱 这个爱 不是变成没有止 没有止经吗 这个无变是指的 没有止经 五难卷的回答 普洞恼 非无变字 并不是没有止经 如果是有变字 我讲的这个药 是有变字的 就是有经的 不是这个 这个没有变字的那种 碳药的那种 就是这样 我们下面这个 一层一层的介绍 法万人卷在五难 任何有变字 非无变字 这个 普洞门 其实 因为这个 以普洞门 文卷在五难 现在讲这个 动这个 这个 其实动出这个谈略 还是有变字的 还是有变字呢 还是无变字呢 日识就这样 不通代言 不是五难卷的大概 普洞门 普洞门无尽温柔 须亦带我 普洞门 欲亦云云猴 如洗又要类 指景色佛 这个五难卷在 他这个 五难卷在 也是很会出发的 回答这个问题 就这个 文财的问题 回文财 所以这个 五难卷在回答 他说 你是一位普洞门 我现在问你 你就可以 以你的意识 来回答我 普洞门 五难卷在 就算这个普洞门 欲亦云猴 就是你的看法 你认为怎么样 如洗又要 乃至景色佛 就是你要内无这个地方 你是不是喜有一种 用求 比如今天 作为内政的功修 参加佛法 这个庭奖 或者庭奖以后了 你又去研究班 又去做其他的事情 你来度一个目的 对不对 比如我们今天大家去 来功修 大家就去说 我参加这个发挥 复制善魔 你又要有这种行为 他说 我能去用这种方式来问 这个普洞门就回答 如是五难 他说 我是有 我来 我就有一种希望 有一种用求在那里 去等于经历 大家来听过 希望来 参加功修 五难君在又说 如是普洞门 来自经历 以比亚细佛 五难君在就问 他说 像这样 如是 就是像这样 普洞门 你这个普洞门 来到这个经历 以后 就是来到经历 以后 就是来到经历 以后了 必要捨佛 就是你来的这个用求啊 存在不存在了 你来了以后就是有望达到了嘛 就是说下一步是下一步的事情啊 就是说你今天来了 我参加这个法会 我是来了 你来了 是不是还有 已经达到了 就等于我这个用望 已经达到了 我这个就可以撕去啊 所以他这个 你这个 你的这个 你这个用求 有没有 存在不存在的 是等于这样 大眼如是存在无难 比景景方便 求量 乃至景色 前面说的是 于永求如宇宙 就是 要如宇宙 我们不是讲这个景 讲四个如宇宙吗 这个印度的景年 它是这样的 解释一个问题 你讲出这个五个文字 是互相关联的 它先具有一个 你比如我们讲五人 先解释四人 对不对 四人什么形色 解释过了以后 它下面还有四个人呢 它就这样 首相形色 它比如下面讲 一佛如是 就同样的形色 一直就这样 所以它下面就讲啊 如是无难卷载 其实这个普努文 他说是这样 无难卷载 比景景方面 求量乃至景色 就是说 同样的目的 就是说 我为了这个景景 为了方便 本来就是这个 性如意识 这个地方 它用方便 抽量 抽量 就表示思考 我们对什么事情 你讲的味道 你都要思考一下 抽量 抽量 对不对 不过用的名词不同了 所以这个景景 就是讲的 情如意识 方便就是讲的 性如意识 车辆讲的 过如意识 就是死如意识 乃至于景色 对不对 因为这一部讲的 是死如意识 佛文 这个无难卷载 有文 自景色 于就是你到了这个景色以后了 前面讲你这个 这个药如意识 现在讲的就是 景景如意识 方便如意识 酬量如意识 有没有这个 这个 停止了 因为 你休想了 目的达到了 或者说 我的目标达到了 这个就是 所以讲的 前面他问了 有没有变迹吗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 对这个有变迹 无变迹 这个佛法是这样的 佛法很巧妙 我们人对于很多事情啊 好的 我们讲要固扎 对不对啊 自信固扎了 总共有这句话 我们处下的是个 事要用这种行李 但是佛法讲啊 你待到目的 好的你都要谁去 金刚精神的 如翻语的 他就这个什么评语呢 就是说 比如我们大家 躲了一条 叫你这个 河流 比如这个 我们中国有成江 有黄湖 你躲了大的这个河流 现在有这个河流 这个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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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啊 最重要的就是要 要渡船啊 对不对 你比如我1985年回去 我先到上海 上海以后呢 到正江 到正江啊 但是我这个家乡在蜀 你要渡船 那是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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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正江还没有桥啊 你一定要住 要住渡船 出来这个河流 你 你过去了 村是工具 这景里面 举什么呢 好的饭 但是呢 我们手下的时候 你要可以 顾着一点 但是呢 你顾着 还是一个 孤单 意思就是这么呢 你一顾着 我们其实用这个 这个北渡 你到那个 成江 你过去了 特别是 比如是自己的船 不需要去形容 这样的 你假如说 我们这个渡故这个河 那个 那个村是个工具 你已经过去了 你去向秦城走 不要再把这个 村在闭着生生 所以 好的贩毒要死 这表示 就是说 我们对好的 不好的 你不要再炸 我们人就是这个 好的方法下了 所以我们这个众生 烦恼就有故有毒 所以这个地方 讲是 有病级无病级 不是叫你 所以这个四个法不要修 就是说 你达到目的 也有谁 就是这样的 我们再看下面 但愿如是无难准的 他说 是这样的 所以 佛于佛奴门 无难准的 又对这个佛奴门讲 如是佛奴门 如来应等人家 俗子俗见 俗子俗见 是如意中 于一城到静中城 你末 你喝一口 自然的 你耳朗遍 你罗门 你竟消灭 你耳朵门 你一边 我的天 你竟消灭 你一遍 你一遍 你飞门 你一遍 你一遍 我亚 你一遍 你一遍 以你,以无要,以却要,以美,相遇谁,乃至动爱 爱动你,必要一些,静静定,行定,死为定 动心成就以无要,以却要,以美,相遇谁,乃至爱经 爱经与死为这些 普鲁曼与疑问口,十非禀计 这一段就是正式解释这个事,事如日照 普鲁曼在讲,若是,你回答的是这样 普鲁曼,就是普鲁曼在称呼普鲁曼 如来,这是佛徒 如来的意思呢,就是从这个整理,如范而来 这是具简单的解释 当然如来的意思很多 因,这个因什么呢,因公 其实释迦牟尼拜,他这个佛会都幽默了 其实一切功德都具足了 因是当受到这个人体的供养 所以叫因公 比如我们缺佳人,缺佳人佛徒自卑啊 不光圣神,凡夫,你都要吃饭了 所以释迦牟尼拜教,你们供养要平等性供养 圣者无奴汉也要供养 一个普通切瘸家里,你也要供养 因为这个是人生的神父庇佑啊 本人独自供养生神度 那是凡夫的神度都误死了,对不对 这个讲的因公,就是说 这个是子的佛徒的,他也是一位圣者 应当知道大家的供养 意思是这个样子 这叫因 等政家,等政家 有的时候叫正等政家 有的时候叫,这就叫这个 我们读的写经里面常常读的 五六六六三妙三妇集 五六六六三妙三妇集 这就什么意思呢 反正总文叫正等政家 讲到反悲心得的话呢,什么意思呢 叫做品质 能够品质一切饭 你比如说佛徒之道,世间的一切这个道理 特别是比如说隐固的道理 正法的道理 他能够品质 就等于每个人啊,这个 这个非常巴虾 而且间接政家 就等于形容这样子 所以就等于政家 这一段时间 这一段时间 就是佛徒的这个 孙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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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四如一照 这个四如一照 五难者军队是 是重复的 释迦牟尼佛的道理 所以这个四如一照在这个景点里 许应是五难军队 但是实际上是不受的 所以我们都经历了 塞着七道品 都是佛徒书的 我们现在讲法 比如说我经历讲的四如一照 也是释迦牟尼佛讲的 不过这个地方是从五难军队 把它复学出来 其实说我举的是释迦牟尼佛的奖励 所以说四如一照 四如一照 就是讲的我们这个 欲勤行观 这四种 所以就四如一照 以一成到 近中生 以一成 这个一成什么意思呢 等于是V地方派 叫做一成 我们中国有一句话 叫做上成 就是你这个是最好的东西 叫上成 凭这就好 凭这之业 有这个意思的意思 就叫一成到 道就是讲的佛道了 这就是佛徒的正常的道理了 近中生 可以清净中生的种种的烦恼 就是众生的抓围 我们众生啊 你讲说 你精神不正常 有烦恼 就是我们众生的构围 也就是肮脏的东西了 就是佛法就是V的这个 最好的这个道理 可以清净我们的这个身心 我们修校佛法 你真正得到佛法的好处了 你胜性清廉 这叫做静中生 灭苦恼 我们种种的人 这个苦恼 人在世间呢 有种种苦 能够灭出我们的苦 灭出我们的烦恼 动幽悲 我们人在这个世界 幽悲悲伤 有愁苦恼 悲伤 有愁悲伤 复旦为师是哪四种呢 要定断行成就如一作 这个名字啊 下面这四个名字都差不多 欲定 为什么叫欲定呢 讲的是如一作为 你要求清定才能得 所以叫欲定 它这个还是有道理的 平常我们这个你有愿望 要望 我讲的是好的要望 你讲出好的要望 你不经过这个 慢慢曾经的思考 或者安定 你这个不够生气 就等于我们人类的心怒很弱 你这个功夫不够 你经过这个清定 从那个很这个 曾经的一种境界之中 去等于经过一种 喜欢这个 好好的经过 把这个虐过了 会不好地去掉了 好地虐住 所以我们人类的 要在这个安静的这种 智慧才能生 就是要欲定 就是说你要培养这一种用求 你要在这个清定之中去修 要去用俗识教育 动行 这个是凡语的名字 这个不大豪杰 但我们只能说 你要想达到这个目的 你可以动出烦恼 成就如意照 就是达到成就了 也就是说 我们要考虑有望 你要经过清定的这个 这个一种训练 由这个清定之中 去达到这个目的 上面讲的 欲定 动行成一种 下面呢 它这个 像个 它叫 静静定 就是我们修清定 你要得到生通 得到什么 也要从这个去 静静定 因为 世如日照话 是讲的四种生定 心定 我们这个心 你要在清定之中 思微 也要在这个清定之中 就这样慢慢 就这样慢慢 这个宣言 若是圣子之修佑 这个五难存在 它就急速解释 像这样子的圣子之就是 在佛度下的 这个 一般一个圣子的这个字 修这个 又如意照 它下面就说了 又如意照 有什么功用呢 后再说 又如意照 如果定断 这个表点 甚至指修佑 定断 行成就如意照 这个是 就是讲的佑定 动行如意照 你如果这样的去修 依据什么呢 依据离 离什么呢 就是离佑 离出 去除种种的坍妖 所以就叫 它叫离 有的是这个 矩子其实比较紧练 好在比较少 所以我们等下谈个离 有的是这个 不够活发讲的这个离 其实离开 种种这个坍妖 尤其是去除种种不好的妖望 所以叫离 以无妖 以无妖 你这个妖想达到这个妖如意照呢 你要以口无妖 去除这个种种的甜妖 以脆妖 脆妖 脆妖是什么呢 我们现在要 你要去除种种的这个 这个 比如去除这个碳妖 种种的这个 你要一定要一个很好 要的一个方法 就是叫脆妖 然后 以媚 这个媚 就是媚出痛苦 消灭痛苦 消灭痛苦 一定你要把这个妖因 要耿除掉 所以叫以媚 相与谁 相就是 你把前面种种的这个坍妖 不正当的妖望 以佛法的这个 佛图的这个指示 你才能处理 你要有这个 媚出痛苦的一个方法 相与谁 相是取向 取向 就是说 我们去达到一个目的 谁 谁就是谁的种种的妖望 不正当的妖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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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动业 最后就是到这个动业 动业是动出坍业 这个业 这个业佛教讲 一种是坍业 一种是饮业 就是有饮扎的业 尤其是不清净的业 这个爱 这个爱不是指定我们什么 人爱 或者吃爱 不是指这个爱 爱是坍业 因为我们对东西 你坍 还有种爱咱不死的意思 所以我们有这种情绪 有这种 我们烦恼就争夺了 爱动业 这个爱动出了 比较一些 这个我们这个用求啊 也就停止了 所以前面讲我们 不摒级不摒级 就是解释这个问题 那同样的 那同样的 修静静定 修行定 修死未定 你成就这个 达到目的了 就是如意走 也是 以与你 以与无有 以与缺有 以与魅 以与魅 以后呢 去向这个 去除的 向这个 向这个 塞里方面去住 以后呢 这个 这个 太阳也没进了 太阳也没进以后呢 死未这些 我们这个种种的死未 因为死未也是如意做 这个 这个 也就停止了 不用 佛罗曼 予以荣和 死未 殡级啊 我男权的就对这种佛罗曼 你 我说这个动业 你认为是无殡级 现在 我讲的是 是可疑经理 不是无殡级 就等于我前面决定 那样的 大家有这个余文秋 经历大家的功修 你来了 目的达到了 这个余文秋就完了 精静 这他行定了 死未了 同样的道理 就是这样 下面啊 普鲁门爷 这个普鲁门将啊 专在我呢 此时便此时非 所以 普鲁门将啊 就是专在我呢 此时便知无便知 就是叫我们明报 什么是便知 就是有经 没有经的意思啊 而是普鲁门 门卷在我呢 说 呼吸 呼吸 其咒而去 这个普鲁门那 听到五南卷在维达苏法以后了 非常地后悉 这样的 讲好了 就是 离足而去了 这个就是这一部经 所以这一部经呢 讲的是 是四如一咒 就是说 我们修下佛法 你这个 你这个 幼如一咒 情如一咒 性如一咒 贯如一咒 你要做这个 要在清丁之中 而去成就这四咒 所以 四如一咒 也是修的这个 譬如这个清丁方面 你呢 平常我们这个 四如一咒 比较少讲 好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